螺旋的清理的话 你要把这里打开 打开之后 然后这是一个盖子 可以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 把里边的螺旋可以抽出来 现在这儿有面粉 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然后它是可以拧开之后 像这里边更换的计量螺旋一样 它是可以拧掉 然后可以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 你可以把螺旋进行 用水或者气吹清理完之后 把汤这个管道的内部 也进行清理就完成了 然后这儿是可以用 你不管用水或者用气吹都可以 然后这里有连接的地方 如果你想清理更干净的话 可以就把它们都拆开 然后进行清理 这里是一个卡锅 然后一个软连接 然后这儿是有螺丝 可以给它们打开进行清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